社团法人台北市征集想社会服务协会 吸手社团法人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 继台北台中高雄第四座东部第一间食物银行共享园区花莲站 在父亲节这间盛大开幕了 将和13家的教会合作协助发送物资给偏乡的弱势民众 包括了现场徐真卫还特别出席表示说这是善的循环 而民进党籍的花莲现场候选人Gulas Yudaka 他也提前一步出席表达好的政策能够让民众老有所养 花莲偏乡资源匮乏 不少部落家庭生计近年因疫情陷入困顿 长年投入爱心物资捐赠的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得知此事 以大型仓储形态进出花莲 成立东部首座透过民间社福系统进行物资配发的食物银行共享园区花莲站 父亲节这天盛大揭幕 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副理事长方和声表示 花莲站为止临近慈濟医院 未来将设立休憩空间供助医长者使用 结束后还能直接领取物资返家 运区也成立农产运销平台 协助部落将农特产品外销至外限市增加经济收入 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跟曾吉祥食物银行 我们在这里我只做一件事叫做分享 我会去分享像我们把门落军金会18个点需要20个人都跪 像这个月底我们就会分享给他 我们通过分享我们不去碰个案的服务 我想让机构补他们的不足 台北这边新北这边 沐浴乳洗髮精洗衣粉还有三个月 大概就下架 连尿布也下架 所有的消费者去买刷卡买的时候 各位你们知道吗 他商量需要买到两年一年多到期的 可是这些下架以后就净红化乳烧掉 我心里都在想 我如果我的肌浮员带了一个半月到期的尿布 两个月到期的沐浴乳 我们去帮长辈做服务的时候 我并没有给他用过期的 可是家里面很多的长辈 这些东西他应该要准备 可是他没办法 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一个团体 我们来支持他 分享给他东西 然后可以让这些的食物再次被利用 而不是就这样丢火化炉 然后接着就烧掉 也许在卖场物资下架 可是它不是变成垃圾 它是变成物品 继续让人家使用 就算是食物 如果你真的送到垃圾场 它就真的变成垃圾 可是你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它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 公部门能给予资源 也只有他的资格的限定 这是没有办法的法律 法律的限定 所以在无法给予习工协助的时候 民间单位来发起 来协助 需要给他一只吊杆 或者是拉他一把的相亲 我想这就是让我们分享的行为 不断的传递下去 县长徐正卫指出 公部门申请条件有法律资格限制 这次由民间单位发起 透过分享机制 期盼让善的循环不断传递 而民进党籍华联县长参选人 Kolas Yutaka 在节目前受邀现身会场也表示 民间社服机构与政府等各单位合作 让谢明老有所养 也让外出打拼青年安心 肯定立任县长在华联的奠定 未来会在情人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往前 让华联更进步 记得蒋帮燕姐安相报导